其实就是猛兽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的 打不死打不倒的精神 其实在 我们都知道 在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愿意和带着善意的 去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当我们去追求梦想的时候 才会显得那么的艰难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呢 很多在后面或者之前 走过很多艰辛的路的人 他走到了今天这个舞台 而且他得到了认可 得到了理解 我觉得对于这些人 还有喜欢原创音乐 还有坚持原创音乐 创作的这些人来说 其实这都是一个机率 比如说今天的热死了 这就是对原创音乐最好的支持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节目 和这样的一个栏目 可以让我们中国的原创作品 越来越多 越来越新鲜 当然有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所听的很多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